穿着深蓝色上衣的男子站在门外 连续按了电铃迟迟没人回应 不说还以为是要找住户 推销产品但根本没想到是贼上门 以确认屋内没有人竟然打电话找锁匠帮忙 开了门进到屋内开始搜刮东西 直到被害人返家发现异状 有小偷闯空门找来锁匠帮忙 骗说这是自己的亲戚啊 需要帮忙把门打开 那锁匠以私心愿打开门之后 没有想到遭到访拜 事发在台北市南港临近南港展览馆捷运站 警方调出嫌犯逃一路线 当天就抓到人 许昕倩嫌当时跟锁匠说 他是屋主没带钥匙需要帮忙 接着又改口说这是亲戚家 锁匠开了门让男子进到屋内 趁机偷走现金存钱筒五千元 手表和急修钥匙 尽管事后锁匠喊冤 但两个人都遭到法办 若是碰到类似的情况 一般的锁匠该怎么做 可以先问他说 他那个锁是只有戴上 还是只有钥匙锁 然后钥匙不见 如果他反应有点怪怪的 迟疑 或者是叫他留电话 他不想留 就代表他有点问题 其他锁匠业者透露 为了避免被有心人士利用技术开门 到现场后会观察情形 因为透过聊天内容 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开过这扇门 甚至可能进一步向保全邻居确认身份 这次男子锁定一楼住家 大胆假冒无主身份 锁匠又似乎确认 海军无主惨遭闯空门 TVVS 王政叶俊特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政叶俊特导买